定位已在首尔城北洞附近展开大规模搜索 警方在南韩的时间午夜过后表示 已经找到市长的遗体 副市长已经确认死亡 补元纯的女儿下午报警后 警方就立刻根据市长手机的最后定位 在首尔城北洞附近展开大规模搜索 大批警方直到入夜后仍持续搜索 最后在午夜过后宣告找到市长遗体 另外也有媒体指出 市长秘书8号到警局提告 指控市长涉嫌长期性骚扰他 还提出多项简讯佐证 甚至传出被市长性骚扰的不止一名员工 上案者是8号才向警局投诉 因此警方尚未展开调查 但首尔市长9号早上就留下类似遗言的纸条后离家 而且随即关机失联 如今市长宣告死亡是否畏罪还有待警方调查 补原纯最近才刚接受美国NBC电视台专访 外媒对首尔疫情控制得当相当赞赏 向来作风亲民的补原纯从2011年起就连选连任首尔市长至今 目前是他当市长的最后一个任期 而他也被看好是下一届总统的热门人选 曾经政治前途一片看好的补原纯 如今却留下重重谜团 记者好一珠总统报道 来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号 在华府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 世界卫生组织失职在处理疫情不当 是美国退出的主要原因 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说 美国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失职 包括调查的疫情不清不楚 以及大陆没有进义务通报 甚至排除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 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等等 都是世卫失职的证据 也是美国退出世卫的原因